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遍了网络 在投篮比拼当中 他曾经战胜过奥尼尔 逼平过科比 今天他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呢 掌声请求我们来自美国的小挑战者 Texus Pilates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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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Titus Titus I'm Titus too Oh cute How old are you Five Five I'm five too What amazing 你从几岁开始开始投篮 玩篮球 When I was one One 我给你讲 坐在台上的三位 你选一个过来跟你比一下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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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挑战的时候 你要用成年人的篮球 OK 而且你要用成年人的球框 他用的球框是孩子 会成年的 对 专用的 要哭了 我们俩在聊他就要哭了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我 什么事 我专门为今天这种情况做了准备 这就是你 哦 太好了 他说了 等我挑战完 我才能吃棒棒糖 他很专业 好吧 来 请上道具 Kaitas 你在这里 OK 好 厉弘 厉弘 你的挑战位置在这里 好 挑战规则如下 厉弘和Taitas 各投十个球 我们看谁 在这十个球里面 进球多 好不好 接下来 王厉弘将尽洪荒之力 挑战一个五岁男孩 投篮 现在开始 Ready Go 碰不着了 好 非常好 哈哈哈哈 哦 来 第二个 直接啊 就这样 对 刚才那个算你试的 来 正式开始 哇 又试了一个 好 非常好 按照我对丽弘的理解 第三球他又碰不着了 好 非常好 你能投进一个吗 就不容易了 丽弘老师 来 这样 来 来 来 你跟Taitas 站在同样的位置 对 对 好 好 这里 你应该早就想到这个后果 差一点点 最后一球了 最后一球 好 总算进一个吧 好 好了 掌声送给王厉弘 创造了十球一球不尽的记录 这个记录相信 对 几年之内没有人会打破的 你太厉害了 来 掌声有请Taitas开始 他的挑战 对 几年之内 哦 哦 哇 哦 哦 哦 哇 哦 漂亮 我们不喊停它是否会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TITUS进入了全自动模式 我按个扭看有没有用 一 好 停了 Good job TITUS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即将正式开始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上道具 挑战规则 舞台上摆放一个少年篮筐 小萨将和挑战者乘坐升降机 到达9米高空 挑战者将从高空向地面的篮筐投篮 90秒时间内投中9个球 几位挑战成功 我最后再测一下 9.043已经到达我们现在目前的设定的高度 9米高空 现在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篮筐就像一个小碗一样那么大 而我们的TITUS将在90秒内连续快速投篮 看看能不能够有9球的命中率 这个头被5岁的孩子来是很难的 对我们大人也不容易 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是 准备好了吗 好 听我听 来 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 ok go 好 好 好 他投篮的时候对眼神是不一样的 发现他的眼神很定的 呼吸很定的 很认真在投篮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四十五秒 他非常投入他做的 圆着球马上就投非常快的动作 五十秒 目前是四个 不要着急 四个 六十秒了 还有半分钟 今天的目标是九个球 还需要再投进五个 加油 五 五 section 还有 六 还有二十秒 六 六 六 太厉害了 好专注的眼神你看看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 没有 七个 八 已经八个球了 再进一个球 泰特斯就挑战成功了 时间到 哇 九个吗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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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面 不要气 不要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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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e was so close I thought Oh he's gonna get it Oh too bad 来 掌声欢迎我们的小英雄 回到地面 好了 对线给泰特斯的程度 你的秀已经结束了 这是给你 这是北京的 等 等 这 我们现在去那里 你可以吃 是吗 没有 没问题 这也就是给你 好 我给你这个 我给你一个给妈妈 哦 他要找妈妈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泰特斯的妈妈上场 非常遗憾 今天挑战 没有能够成功 因为是孩子嘛 所以我们在现场 我们也不打算宣布说挑战失败了 但是节目结束以后 您会怎么告诉他 今天挑战没能成功这个事呢 Hey Titus Did you do your best? Did you have fun? A lot of fun I lived 我觉得妈妈的两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尽力 对 其次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快乐 对 足够了 对于五岁的孩子来讲 这两点就足够了 非常好 好好的玩 对啊 当一个小孩子 享受你的童年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五岁的小挑战者Titus 再一次用掌声感谢他今天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挑战 Yeah 挑战仍在继续 今晚我们的挑战者将在舞台上续写怎样的传奇呢 各位观众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邀您一起收看挑战不可能 大国工匠 张欣婷 大国工匠 挑战者不能钻破弹膜 只能钻透弹壳 不可思议 他这个不容易啊 这个怎么可能 我今天挑战的是极限高管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所有人帮你打气 你有这个实力 我各位有点抖 漂亮 用极致绽放致敬平凡的生命 有请主持人 撒贝宁 平凡生命极致绽放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大型意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 我是主持人萨美宁 欢迎各位 在这个舞台上 每一个挑战者 都是平凡生命的极致绽放 今天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将和所有的观众 以及我们的评委一起 共同来见证挑战者的极致绽放 锐意前行 借由我定 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的 7座SUV 长安福特瑞介冠名播出 爆发真实力 无惧真挑战 挑战不可能 由核桃主领导者 真材实料的6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看到我身后这个道具 这个应该经常做综艺晚会的董卿 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杂技表演中 经常用到的叫高拐 但是高拐大家知道 就是一节一节往上加 加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 它会像两根竹子一样 柔韧性很高 但是稳定性很差 倒立在上面 是需要极强的肌肉控制能力 所以这一个极高度平衡 勇气于一体的项目 往往是由男性的演员来完成 但今天我们的挑战者 要在高拐上做出一项不可能的挑战的 恰恰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掌声邀请挑战者出场 你好 小太老师好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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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的女孩 你好 找于清啊 帅帅帅 我叫王毅宝 来自辽宁安山 今年22岁 是一名杂技演员 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极限高拐 极限高拐 极限高拐能够极限到什么地步 我今天挑战的是九节 九节 现在是三节 也就是说比这个高度还要再高上三倍 三节 那快到五顶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王毅宝要挑战的这个项目的规则 挑战者将从第三节开始 依次向上叠加高拐 并在每一节完成一个倒立动作 达到九节高拐之后 只要他能在上面倒立坚持三秒 即为挑战成功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掉落下来 一旦要是从任何一节掉落下来 挑战就失败 我们只给挑战者一次机会 一次机会 只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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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告诉我 我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共同见证我们的挑战者 挑战开始 第四节是他的第一个挑战的高度 他要在每安装完一节之后 完成一个倒立 这个难度在于掌控它的这个晃度 和我的一个平衡能力 其实还有臂力 因为它越往上的时候 它越往外分 但是我要把它合进来之后 我才能再上倒立 所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费掉 好 漂亮 可能大家还感觉不到它的难度 但已经开始有点晃动了 这个确实对肌肉的控制力要求非常高 五节完成得很稳 六层塔 第六节也顺利完成 现在已经是换成带有红色标记的高拐了 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七节 一层一层在往上叠加的过程中 它会越来越晃 然后那个高拐也会越来越分开 下一个就是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费掉 这时候两根高拐由于随着高度的增加 它的这个不稳定性也在增加 心里就是怕掉下去 一直就在想 我说稳下来 稳下来 漂亮 坚持了 接下来是第八节 第八节是距离她今天挑战目标 成功的 之前的最后一节 这一节非常关键 因为她的难度已经足够大了 加油 给她掌声鼓励好不好 稳稳地来啊 不着急 好 八节完成 接下来就将是她今天挑战的目标 九节高拐 厉害 满一口气 成功在往 哭 稳一点 我们没有时间的要求 不着急 不着急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让手臂休息一下 对 一表加油 加油 好 最后一节了啊 稳稳当当上去三秒的倒立 老战几位成功 在此一前让自己 对 准备好了再上 准备好了再上 不要 不要着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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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呼吸很沉重 表示她那时候的心房的跳动 跟她的身体的调节 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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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前面八级高拐 消耗了一宝大量的体能 站在第九级的一宝 已经开始呼吸急促 全身发倒 它能完成挑战吗 它向最后一级发起了冲击 一 漂亮 三 二 一 挑战成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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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一下吧 好 好 好 我们所有人帮你打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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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 那没关系了 但是我心现在跳太快了 平静一下 等一下好了 对 慢慢来 我们在场的人都非常紧张的 我想 我想 小宝也是自己很紧张 因为他没有挑战过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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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超过体力上的极限 他已经抖得很厉害 加油 加油 我胃有点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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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行就算了没关系 算了没关系 加油 你有这个实力 只有之前上十我 练过 都没练成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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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今天真的能成就你人生的第一次 十级 十级高快 距离地面已经有八米多高 漂亮 而级数越高 站在上面的人 会晃动的更严重 对于体能已经达到极限的医保来说 能够保持平衡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医保能完成这个升级挑战吗 十六 三 二 一 腔包 那个 我现在顶上喘口气 太棒了 先不着急下来 四级都超越了 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王与宝 最后用了一点激将法 让他在九级之上弩了把力 完成了一次不可能挑战之上的不可能 在某种时刻要感谢那些为你设置障碍的人 对 这是善意的 我是善意的 其实我 你还有没有第十一节啊 没 真没有吧 没有了 好 出了好多汗 对 上面其实很热 不 不是热的 是下的 下的 那个 因为我恐高 啊 啊 是真的 因为 我小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从两米高的架子上面摔下来过 所以从那之后就再也不敢再上去 这样 但是练这个高拐也是你自己选的呀 因为我的父母是聋哑人 我小的时候是姥姥帮我带大的 杂技这条路也是姥姥帮我选的 她为什么要给你选这条路 这条路不好走啊 对 我从十岁才开始练的 那个时候我的筋骨都已经长硬了 所以每次去练的时候都是从头哭到尾 也不喜欢杂技 因为杂技给我带来了一身伤 之前一直都不理解我姥姥 她为啥要让我练杂技呀 嗯 别的孩子可能练练练练不成 然后就算了 但是我姥姥就非得让我练 就是不像亲姥姥那样的 老打我 然后就之前特别的恨她 嗯 可以说是因为 从我姥姥去年她生病了 她得了脑瘤 然后那个时候 她记不住她刚吃过饭 她也记不住她多大年龄了 她记不住她叫什么名字 但是她那个时候只能记住我 那个时候我记得她刚从手术室推下来的时候 她除了喊疼就是喊小宝 我那一瞬间真的 所有的不理解和怨恨都有了答案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姥姥跟我说 小宝 你父母是聋哑人 你必须要争气 其实我可以给你攒一笔钱 我可以等你长大了之后交给你 然后给你花 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花美它 但是如果我帮你选择一门记忆 你会终身受益 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依然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 甚至照顾你的父母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没有让姥姥失望 老宝我跟你一样也是跟我的外婆特别亲一起长大的 请问她现在有没有康复 有 有啊 我外婆她们今天来了 喂 老儿 哪一个 老儿你上来 大家好 太棒了 他的启蒙老师 你老贵的和最棒的 这个是我妈妈 然后这个是我爸爸 你姥姥挺年轻的 你知道这年轻 姥姥看着跟妈妈妈 他们也差不了多少 其实我姥姥今年都六十六了 六十六好年轻啊 是的 谢谢大家 太激动了 真的我 非常高兴 因为没白培养的 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 谢谢大家 姥姥我问一句啊 为什么一定要让她练杂技呢 她 因为她从小生来的时候不足悦 我儿父母就听不着 小孩会爬的时候 经常来地下睡觉 一蹬一蹬 蹬掉地下来 这一宿都挺亮 就是来地下睡了一宿 还要从这走到你那地方 你卡五六个梗头 所以我就觉得她 她断练身体吧 小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好像骨头软一样 就是走两步就会摔根头 到六七岁都是这样 然后我姥姥就想让我多练身体 去练了杂技 没想到老师那个时候就说 这个孩子是个练杂技的苗子 然后我姥姥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就一定要把培养出来 现在看到的是非常感动 我非常能理解 小宝你跟你的外婆之间的这种情感 因为我也是 小时候大概十七岁的时候 从纽约到了台湾 而那个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 没有办法沟通啊 可能就像你跟你外婆之间的这种 还是有代沟的 对对对 怎么去了解一个上一代的一个人 可是她又对你有很多的要求 其实我现在很感谢我外婆 很感恩她 然后我会很爱她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假如告诉爸爸妈妈我爱你 怎么讲 我 我 我 爱 你们 这样 哎呀 哎呀 我从小 家境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肯努力 肯挑战 那你一定会改善你的生活 幸福一定会来临 所以我的决定今天是 谢谢 从今天的挑战项目来看 挑战是成功了 但是你毕竟是一名杂技演员 嗯 杂技演员的基本功 最终是为了给观众带来一种享受 所去锻炼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说 我展现了某一个技巧 嗯 那一定不是那么的完整 嗯 但是我相信凭借你的这样的一种 努力的精神 你也一定能够在未来 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一定会 我的答案是 谢谢 小宝 在这个舞台上 你本来最讨厌 最痛恨的这个杂技的表演 你竟然没有放弃 而且还挑战了 你自己的一个极限 还突破了 这个我非常的尊敬 所以进入荣誉殿堂 我投你一张 能的票 谢谢 谢谢 我们请王艺宝 走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小小的身躯里 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艺宝的努力和坚持 为他的家人 撑起一片天 我们相信勇敢的艺宝 一定能改变生活 赢得幸福 请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摇一摇 点赞加油 同步答题 一大波奖品 等你来拿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央视影音 在我们的挑战不可能 两季当中 来的女司机不少 但是 每一个女司机 上来以后你都发现 跟她一块来的小伙伴 那都不是一般的车 比如今天我们要出场的 这位挑战者 同样如此 稍后他会让你大吃一惊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又来一个挖掘机 这个不是挖掘机 这是吊车 掌声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哈喽 大家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我叫黄芳 今年29岁 来自陕西省 汉中市 杨县 黄芳 黄芳 杨县 对啊 在你们县里是不是就你 这么一个女吊车司机 是的 在我们汉中地区 就是只有我一个 在汉中都只有这个 在整个汉中就只有你这么 在整个陕西是不是也不多 那个我不敢说 那平时你就是开着这个车 在阳线操作的吗 对 所以你真的是出门 大家都认识你啊 对 好多人都认识 哦 因为你帮大家解决了很多困难是吗 对啊 诶 讲讲看是什么 什么样的困难 对 什么样 你帮大家解决过什么样很特别的困难 树倒下来了 等着路了 那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吧 那个 可不可以等我挑战完之后 再说 再说 对了 好多故事看来 哦 哇 行 没关系 现在满脑子都是 现在一说故事容易让他分心 分心 对啊 让他先专心挑战吧 对 那吊车能挑战什么呢 来 请上道具 什么秘密的故事还要放到挑战以后再说 对啊 挑战规则 挑战者操作集中机 吊起高速旋转的电扇 依次穿过三道异形的玻璃障碍 玻璃不能被打碎 并且在挑战第三道玻璃障碍时 挑战者要在一分钟之内 用吊扇熄灭两侧的全部蜡烛 安全通过 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者 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 叫墙来了 看过吗 墙上挖出各种不一样的形状 这个挑战项目就是借助这个创意 只不过把墙变成了玻璃墙 然后把人变成了吊车和他的司机 接下来有请在现场的观众 评委戴上防护眼镜 请挑战者就位 吊扇现在就牢牢地挂在这个吊沟的下面 稍后挑战者启动吊沟之后 吊扇就会开始旋转 我们的挑战就将正式开始 这个吊扇很难控制 在来回调整位置的那个过程当中 特别容易晃动 稍微控制不好 就会把玻璃打得直立破碎 黄芳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宣布挑战者黄芳第一次挑战 开始 黄芳加油 风扇转 吊扇已经开始旋转了 第一关从这个形状来判断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对吧 因为它刚好跟这个吊扇和这个吊绳 形成的这个图形比较相似 它是一个梯形 这个吊扇旋转的速度还是挺快 而且我们发现 现在最难的是吊扇开始旋转以后啊 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平面上 不是水平 对 它自己瞎晃悠 这个它很难控制 这个真的难控制 在吊扇和这个吊钩之间的这个绳索啊 它一直是在摇晃的 好 挑战者现在已经把吊扇慢慢的移到了第一关 第一关 其实我的判断错误了 第一关也不那么容易 现在吊扇晃得很厉害 它必须要控制这个摇晃 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 让吊扇成功地通过玻璃障碍 稍有不慎 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 封扇本身是一直在晃的 它没有办法真的是稳定 它是停不下来的 一开始节目组跟我说 要用高速旋转的风扇通过这个玻璃墙的时候 我问了给我们开车那个司机 他有十几年的经验了 他给我回答是 那个是不可能的 肯定过不了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打碎了多少玻璃 练坏了多少扇叶 为了完成今天的挑战项目 挑战者黄芳刻苦训练了无数次 场外场内无数块玻璃被打碎 吊扇的扇叶也伤痕累累 直到正式挑战前 黄芳还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现在吊扇晃得很厉害 他必须要控制这个摇晃 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 让吊扇成功的通过玻璃障碍 稍有不慎 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 已经一半了 还没完还没完还有一点点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 漂亮 黄芳操控着他的吊车 带着吊扇高速旋转的吊扇 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障碍 接下来他将指引吊扇前往第二道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一气呵成 他还不能把吊扇撤回到起点 再来一次 他必须要把吊扇从前面 转移到正方 电风扇过那个玻璃并不这么难 但是最后第三道 那就不容易了 好 现在他必须非常精准地 把吊扇移到第二关的前面 然后同样要穿越这个五角星 这个形状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一个地方 对 我们看到黄芳是坐在驾驶室里 控制吊扇移动的 他无法清楚地看到吊扇 与玻璃障碍之间的距离 只能靠感觉来进行操作 操作稍有不慎 就会达到玻璃障碍 他再往下走 就有可能会碰到下面的这个鞋的边缘 所以他一定要紧贴着上面的这道横线 而且你看黄芳其实他离得很远 是他的位子 而且他的观察的角度是有偏差 还是有一些障碍啊 黄芳他的位子离风扇是蛮远 所以他要目测 他离那个玻璃大概多远 很难目测 还好 还好 玻璃没碎 我看他的眼神是非常非常专注 他是一位内心很坚强的女士 我听到了声音 但是还好 还好 玻璃没碎 漂亮 穿了 穿了 穿过了 我刚才听到了一声 但它是磕在了旁边的颜上 现在最难的一关来了 最后这一关 这个玻璃只给黄芳留下了一个 和吊扇的横接面差不多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 而且上边的这个狭窄的通道啊 它必须保证它的这个绳索不会碰到 而且还要吹灭所有的蜡烛 风扇也不是说多厉害的风 所以要用风扇去吹蜡烛那么多 两排 我觉得那个比较麻烦 在第三关 挑战者要操作吊车 控制电风扇 在一分钟的时间里 既要吹灭玻璃墙两侧的蜡烛 又要安全通过玻璃屏障 训练时接连失败造成的心理压力 挑战中高速旋转 且摇摆不定的电风扇 这对挑战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计时开始 狂方现在在降低风扇的高度 已经有一部分蜡烛灭掉了 还有一部分蜡烛正在燃烧 加油 好 已经熄灭了三分之二了 哎呦好顽强啊 他现在真的是一根一根的在吹面 好顽强 直接砍了他吧 啊 我就觉得靠近玻璃的那个简直是不可能了 狂方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再大胆的尝试一下 好 干掉了一个 是否还有一根呢 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们一个镜头 我们看一眼 还有一根 好讨厌 这一根的竹形人因为是弯的 弯的是不是不好吹 不好吹 他弯的有一个头有一个肚子 对 两边都有火 还有三十秒 好 好 好 现在还剩下另外一侧 它首先要让电扇 成功地穿越过去 然后再降低高度 我现在看到扇液距离 玻璃的下眼很近了 王方要注意 还有二十秒 哎呀哎呀哎呀 好 当风扇擦到玻璃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紧张 只要我稍微有一点点失误的话 就会把玻璃打得支离破碎 漂亮 穿了穿过了 好 这一侧的蜡烛 这一侧的蜡烛 显然 有反应了 黄芳找到了技巧 那就是离 离蜡烛更近一些 还有两根 还是刚才那两根 内侧一根 外侧一根 黄芳现在集中火力 干掉外侧这个 好 还有最里面这根 只有一点点了 倒计时 吃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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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挑战成功 掌声有请黄芳 挑战者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黄芳今天的挑战完成得非常漂亮 我想问一下你是汉中 是哪个单位开这个吊车的 是我自己的 其实呢 我自己就是一名吊车老板 自己是老板 这个车是您自己的 对 你是卖吊车的 不是 我是自己租赁吊车的 租赁 那你以前学过开吊车吗 我开吊车都是跟我老公学的 我开吊车呢 是因为我看到我老公一个人 为了我们这个家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想为他分担一点 因为开吊车嘛 几乎每天都奔波在各个工地之间 早出晚归 日晒云林的 所以如果老公今天参加这个挑战 他也能顺利通过吗 如果是我老公来挑战的话 我只有在一旁加油的份儿了 那为什么他没有来呢 因为我老公去年不在了 是因为一次事故 然后就不在了 然后留下 我大儿子去年出事的时候 才七岁多 小儿子的话才七个月那时候 以前说是开吊车吧 就是经常是在家里带小孩 偶尔出去开 然后自从我老公出事了以后吧 我就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独自经营着起台吊车 而且还得带两个孩子 还得照顾老人 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挑战呢 因为我要证明我自己 我证明我自己是可以的 不想被别人瞧不起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让两个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说到这个 我特别特别地愧疚 我一天几乎就没有时间 陪两个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每天都是爸爸妈妈叫着起床 送孩子去上学 而我的孩子 每天都是我打电话 叫孩子起床 然后自己走路去上学 然后放学回家 又是最高一个人 待在家里吃泡面 特别愧疚 你孩子他们有没有来跟你加油啊 他们今天也来现场了 也来现场了 可以请他们出来 他们的出来了 不哭不哭孩子不哭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 大家好 刚才妈妈也说 她特别地难过 因为她没有办法 每天早上 叫你起床 俊姐都有听到电话响吗 有 都知道是妈妈叫你起床吗 知道 你能自己起床 自己穿衣服 自己吃早饭吗 能 自己去上学 能 你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吗 我想让妈妈变成孙悟空 什么 想让妈妈变成孙悟空 为什么 因为这样妈妈可以 可以开车 给我三天 还可以陪我 可惜妈妈变不成孙悟空 妈妈呀 要赚钱养你呢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陪着你 所以你要自己乖一点 然后你要好好学习 等长大了 你自己变成孙悟空 好不好 好 妈妈 你以后要多美美我 俊姐你要知道 就算妈妈不在你身边 无论她在哪里 你都在她的心里 因为她是你的妈妈 你以后会明白的 对 俊姐你很棒 你有没有想过 长大想做些什么 俊杰 我要孝顺我妈妈 好 我觉得黄芳今天在现场的表现 能让我们看出你的品格 你的坚韧的品质 这将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榜样 俊杰要以妈妈为榜样 也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坚强的男子汉 这样未来爸爸也一定会以你为骄傲的 祝福你们全家 我们当然 希望你们全家能够一起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谢谢老师 加油 一位女性吊车司机 用精湛的操作技能 挑战了不可能 她更是用特有的坚韧和毅力 在生活中 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欢迎黄芳 进入荣誉殿堂 请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摇一摇 点赞加油 同步答题 一大波奖品 等你来拿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央视影音 接下来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挑战者出场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黄丽鹏 今年24岁 你叫什么 黄丽红 你跟我有亲戚关系是吧 对啊 是的 我以前小学的时候 是的 我以前小学的时候 就有人这么说 好像跟某一个明星的名字很像 黄丽 对 横 我是浙江大学 硕士一年级的学生 现在跟导师研究的项目是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说中文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说英文吧 什么融合感知和认知 看过电影阿凡达吧 举个例子来说吧 它能让你实现脑电波操控 它能让你实现脑电波操控 脑电波操控什么 操控一件非生命体 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个生命体进行沟通 真的假的 我知道 今天现场你还带了一套东西来 我们先简单测试一下 好吗 可以的 来 现在这一套东西就可以实现 人和人之间的控制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种控制方式 比如说能控制到什么程度 可以控制你的手臂 我不想动我也会动 嗯 这样 因为他是研究这个的 我怕他在当中会做什么特殊的处理 力宏你有没有兴趣 咱两个人用这套设备 能不能实现彼此控制 好 真的可以通过黄立鹏团队 带来的这个简单装备 控制他人的手臂运动吗 三 二 试试看 一 哦 有吗 有 非常危险 他的手动了 哦 他的手指动了 只动了两个手指 手腕要动 手腕要用力 这个是我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 真的假的 开刀最大 有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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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停 停 别停啊 停吧 谢谢黎红 我们要做愉快 谢谢黎红 我要告诉各位 真正的脑肌融合的挑战 确实是用脑电波来控制生物 但是 是控制什么 怎么挑战 首先我想请上我的挑战搭档 这是一个戴着小帽子的小白鼠 你这个大白鼠脑筋里边有没有放晶片 是电机植入到他的脑皮层 脑皮层 对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控制肌肉了 这个确实是通过大脑来影响他的行动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这个挑战项目的道具 挑战规则 挑战者需要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迷宫 迷宫分为四关 第一关穿越城市道路 第二关过水桥 第三关过隧道 第四关穿越沙漠 在到达第四关后 挑战者要在60秒内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沙漠地带 成功进入到飞碟里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白老鼠是自己在走 还是你在控制它 这样 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看这个老鼠现在进入迷宫什么状态 好不好 我们现在不做任何控制 来 将它放入迷宫 打开门 宝贝 小飞侠 小飞侠 来 飞吧 出来了 好可爱 走吧 试试 走一个 走两步 再不然呢 我放猫进来了 小飞侠 你看 所以 它不会 如果你不控制它 它是不会自己走的 来 我们先有请三位设置道具 挑战者 黄丽鹏和他的挑战搭档小白鼠到我们的等候区 三位评委每人设置一关 第一关我们看到有六个红色的标记 在六个红色标记上随意摆放四个障碍物 为它流出一条通道就可以 绿红 设置第一关 来 第二关 另外两位评委 第二关是四座桥 拆掉三座以后留下一座 第三关 六条通道 只留一条 随机选择 黄丽鹏真的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 穿越三位评委设计的复杂路线 挑战成功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的三位评委 已经将我们的迷宫设置好了 这个设置是我们的挑战者 没有办法预先知道的 完全随机 所以接下来就看我们的挑战者 能否用他的脑电波操控着他的搭档小飞侠 顺利通过迷宫 有请挑战者和他的搭档进入挑战位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好复杂的一个通道 这大的同学 他可能是靠表情在调动他的脑电波 所以就是当中可能哪一个细微的地方 出现了一点堵塞 这条道立刻就不通畅了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观众 这只小白鼠是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用于实验的小白鼠 不存在对动物有其他非法的伤害 黄丽鹏的团队成员 现在开启小白鼠身上的设备 黄丽鹏的团队正在调试设备 做挑战前的最后准备 等他调试好 这次挑战的难点是 我们知道小白鼠是夜间活动 所以他对光特别敏感 现场有很多灯光 然后还有设备到时是很会受到影响的 另外一个小白鼠在挑战过程中需要我跟他全力的配合 所以我必须高度激动我的注意力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两个互相配合 完成这次挑战 可以了吗 调试完毕了 好 黄丽鹏向我表示 他和小白鼠已经准备完毕 接下来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三 二 一 挑战 开始 小白鼠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天哪感觉前进的速度很快呀 他没有犹豫就成功地通过了第一条道路 第一个钉子入口 他似乎有点犹豫了 我看到黄丽鹏在皱眉头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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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回头 他应该是在用自己的脑电波 去告诉小白鼠走错了方向 哇 好的 现在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了 感觉黄丽鹏是在挑战一个 来自未来的高科技游戏 哇 第一关 第一关成功了 太神奇了 第一关 第一关和第二关之间有一个调整的平台 小白鼠稍微有一些停留 黄丽鹏应该是在引导他调整路线 三座桥都已经被拆掉了 只有四号桥能够通过 走上错误的桥 小白鼠就有可能掉进水里 他成功地上了四号桥 好厉害啊 第二关 成功 这简直就是一人一鼠之间的心灵感应了 第三关了 他知道自己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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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三号 黄丽鹏要控制小白鼠在六个管道中选择三号管道 不对不对 方向反了 不能上桥 别上桥 别上桥啊 你看他那个 他有点像你刚才受那个电流控制不了的那个感觉 他抗拒了 又是一次停顿 现在黄丽鹏他应该是发出了很强烈的信号 但是小白鼠一直不愿意往三号管道的方向走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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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通道 哎 哎 哎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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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太可惜了 角度就差那么一点点 现在他进了二号管道 难道挑战就失败了吗 回来 小白鼠掉头了 黄丽鹏眉头紧锁 脑电波波动非常剧烈 我可以看到他有时候 不想走那个方向 可是黄丽鹏又要走那个方向 其实他是反抗的 所以经过了很长时间 肯定会筋疲力竭的 小白鼠现在干脆就不听指挥了 还是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犹豫 脑力劳动是一种高级的劳动 他一定不轻松 会耗费他的巨大的体力 挑战开始后 小白鼠顺利通过了前两关 可是却在第三关陷入了困境 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分钟 小白鼠依然在二号门和三号门之间 徘徊不定 黄丽鹏能通过脑电波操控他 找到正确的通道吗 差一点点 回来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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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三号 终于第三关成功了 太不容易了 倒计时开始 六十秒钟 在空旷地带 小白鼠的行径路线非常不好控制 小白鼠的天性是特别爱往角落里走 已经过去半分钟了 加油 加油 快到了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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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一点点 还剩一点点 还有二十秒 十五秒 在第三关时 黄丽鹏花费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才让小白鼠顺利找到正确路线 在最后一关只有六十秒的情况下 黄丽鹏能顺利完成挑战吗 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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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鼠挑战成功 黄丽鹏好亮的 他在用他们的科研成果 控制着这只叫小飞侠的小白鼠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累吗 很累 很累是吗 是 就实际上是你在 用你的意念 在告诉他方向 我因为我仔细观察了他 我以为他会有手 左右动 没有 就不是说在想口令 而是在想象着 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在运动 然后去引导小白鼠 你刚才想的是你哪个部位在运动啊 左手和右手 你的左手和右手相当于是小白鼠的 左转 右转 左转和右转 右转的命令 左转和右转的命令 那往前走 怎么命令 通过眨眼 然后产生一个眼电 我们在后面隐约 听到一个声音 那个是什么声音啊 我也听到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后边有人在控制 是不是后边有人在控制 李教授 您说 怎么办 才能让你没有怀疑 我们 就做最后一道 隧道 您觉得怎么做 我决定一个号码 没有别人知道 只有我知道 我给他看一下 您的意思是 连你也不能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看 那就您只给黄立鹏看 那就等黄立鹏坐上去以后 您到那儿 给他看完 立刻 就开始 因为 因为我会担心他帽子上有按钮 不是用脑筋响 他只要碰一碰 他刺激到哪个神经 或者有的时候 他手指上带了什么 可以动一动 由于李博士对这个项目还有一点质疑 所以李博士设计了一个家事 这个家事只用第三关 我们会把所有通道流出来 然后黄立鹏来指挥小鼠通过其中一个 李博士写了一个数字 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我们的摄像机 现在也没拍到 也不让拍 是什么数字 只有他和黄立鹏能看得到 好的 您把它叠好 放到兜里 黄立鹏你准备好了 告诉我 准备好了 好 挑战 开始 现在出了李博士和黄立鹏 没有人知道小白鼠应该走几号通道 难道是二号吗 好像不是二号 小白鼠退出来了 赵霸 赵霸 看来李博士就应该写个二 再来 又进了二号通道 这是正确的通道吗 就写完二 小白鼠从二号通道出来了 李博士 您写的到底是几呀 挑战 挑战 成功 真的是二号吗 来 我们看一下 这应该能够打消您心里面的疑虑了 打消了 但是呢 我觉得真正奖励的是你的导师设计这个的 他今天有没有来啊 我的团队来了 请上我的团队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科学队伍 好 接下来 我把这支年轻的科学团队留给我们三位评委 他们是否能够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等待着三位评委的结果 祝你们好运 首先 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徐柯蒂老师 如果未来你们能够科研成功的话 它可以运用在哪些方面 在两年前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的活动 叫冰桶挑战 好多人往自己的头上浇一盆冷水 然后就可以募捐到一些钱 去帮助一种叫做见动症的患者 那见动症的患者 他首先是出现了全身的肌肉萎缩 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他的肌肉 但是他的大脑的部分往往是好的 那如果你有办法把人类的意识 能够读取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方说通过一些外部的机械手 外部的骨骼设备 就可以帮助他获得他原来的生活能力 这个是要靠技术上的进步的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见动人 世界上最著名的见动人 可能就是霍晶了 那么像在美国或者在世界上 其他发达国家 有没有在做和你们同样的研究 有 应该说这个技术最领先的 还是美国 那我们中国在最近的几年 也已经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 我们相信我们现在 离世界的领先水平 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们也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能超过它们 我们三位最后对你们是否 能够进入荣誉殿堂的决定是 那我们有请浙江大学脑机融合 感知和认知项目团队成员 进入荣誉殿堂 谢谢 走吧 科技改变了世界 科技也带给人类更美好 更和谐的生活 辉煌的成果背后 离不开孜孜不倦的科研工作者们 他们切而不舍 用于探索的精神 值得我们尊敬 请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 摇一摇 点赞加油 同步答题 一大波奖品 等你来拿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央视影音 在中国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 讲述着 匠心祝梦的故事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去追求职业技能的 极致化的展现 而我们给这样一群人 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大国工匠 掌声有请 张兴婷 您好 非常好 欢迎您 欢迎您 老师好 大家好 三位评委 你们知道这个前功 是什么工种吧 前功就是完全靠手 是 来磨制那些模具 或者是 是那种工具 对吗 对对对 是 咱们不从理论上 给大家普及知识了 今天张师傅带了 他的工具的家伙事 我们看一眼 我刚才还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 这叫 普通的钻床 钻床 对 你看这有各种钻头 各种钻头 然后您把这钻头 放上去之后 就用它来钻东西 是 能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精度 是 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吗 可以 好不好 来 这么千分之一的东西 从观众其实是看不到的 因为之前 张师傅跟我说 他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打这个钻孔的精度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用钻头 把这个白纸打穿之后 立刻就停 下面的东西 毫发无损 毫发无损 接下来 我们 用一部手机 垫到下面 然后您拿这个钻 钻头 在这个纸上打个眼 但是别伤得我的手机 好不好 好 您用你的手机啊 不是 导演组提醒我说 王力宏录节目 会带手机 你乱讲了 但是我没 我真的没有手机 你乱讲 因为我知道这个项目之后 我就把手机收起来了 来 我们先钻一个试试看 这是真手机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先把手机钻穿 您试一下 开玩笑的 这确实是真手机 来 你随便调一张纸 拿这么粗的钻头啊 不是要拿这个才对啊 是 我这个是专门特制的 因为他这个 每一个材料 他这个钻头都不一样 他这个 这边尖 对 这边尖 这边 对 很尖 王力宏 跟手机屏幕说再见吧 要没这把握 我敢 是吧 拿别人的手机玩这个吗 来 您稳定一下情绪 咱们开始啊 来 那我开始 开始 这人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啊 张师傅 碎了就碎了 真的 来真格的 用手这样 其实我相信他的专业 我相信大国工匠 肯定不会失手的 尤其是一开始 第一个示范 肯定是最精准的 最有自信的时候 哇 哇 哇 啊 哇 王力宏的手机 有了两个后面键 老师您看一下你的手机 擦一下 没问题 这是纸的那个碎屑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如果擦不掉 我们也不管 来 你试一下 试一下啊 来 好 哎 也吹不掉 粉末掉了 没了 好 好了 好了 这个其实只是给三位展示一下 今天挑战比这个难度大多了 来 三位可以回到我们的评委席 嗯 请上道具 挑战规则 现场备有生的鹅蛋 鸡蛋和鸩唇蛋 挑战者需要在每种蛋的蛋壳上 各钻物各孔 剔除蛋壳 且不破坏蛋膜即为挑战成功 每种蛋类有两次挑战机会 我想问一下 张师傅 这个蛋壳 比刚才那张纸是要厚一点吧 是 稍微厚 蛋里面的那一层膜很薄 因为它有些鸡蛋 它这个膜和壳等于是在一块 而且壳比纸要脆 是 对吧 它的脆度不一样 越多越脆弱 而且它那个蛋膜是仅仅粘在壳的内壁上 对 它不是分开的 是 对 就跟刚才那个纸和那个手机贴着 不一样 也许比那个还紧 所以 中间是没有缝隙的 它只能钻破蛋壳 不能钻破蛋膜 规则大家都明白了吧 好 好 来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见证 张师傅的挑战 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张纸的厚度是0.1毫米 而蛋膜的厚度是0.02毫米 但它要钻的是蛋壳 对 但是蛋膜的厚度只有0.02毫米 一不小心就破了 我们很难想象把那么刚硬的这种钻 和一个特别脆弱的鸡蛋 鸩唇蛋联系在一起 而且这个钻还只是钻破壳 还不能钻破膜 我想都没法想我觉得 您准备好了告诉我们 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张师傅第一次挑战 鹅蛋的第一只 很漂亮啊 它是只是在周边 一个画出一个圈圈 我觉得张师傅的表情非常轻松 而且手非常的稳 这边的壁比较硬 对啊 哦 好老 他的这种 心平静气 几乎是避住气的一个状态 你发现完全是专注了 现在下一步是什么 他完成了五个钻孔之后 他要把那个蛋壳剔出来 雕出来 剔出来之后 让我们看到那个完整的 孔里边的蛋膜 天啊 这是怎样的 哇 零点零二毫米的蛋膜 手真稳啊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特写 哇 漂亮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了那几个孔眼之后 像工艺品一样的 我就突然想到 咱们有一种艺术形式叫淡雕 对对对 赛老师 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好了吗 漂亮 目前我的目测没有任何问题 稍后等我们全部完成以后 我们请评委再上来一一检查 好 鹅蛋 完成了 接下来 您接着准备您的下一个挑战的工具 我今天的挑战和平时的工作 想象的地方就是必须要专注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思想上的马来皮大意 这个鸡蛋壳好像比鹅蛋壳要坚韧一点 而且我觉得它的难度在于 鸡蛋小了以后 它表面的这个弧度 或者叫曲率更大 它这个钻头没有办法完全照顾到这一圈 它得不停地调整蛋的位置 完整的鸡蛋呈一头大一头小的椭圆形 蛋壳厚度在0.35毫米左右 比鹅蛋薄一倍 蛋壳中碳酸钙的成分高达95% 这时的鸡蛋壳非常坚硬 蛋膜的厚度叫鹅蛋薄 加上蛋的维度变小 挑战难度极度攀升 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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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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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在望 而且这个越往后越累 这个手容易酸 您擦擦汗 休息一下 没事 手真的它会累得抖 好 这是最后一个挑战项目 因为我对于这个成功 也是很有把握 很有信心 所以我想把它做出来 这次是最难的 这么小 就是长时间的控制 这么一个小小的蛋 觉得有可能会失败 可能是因为它的疲劳 鞍唇蛋个体很小 紧圆形 一般只有10克左右 蛋壳厚度在0.15至0.17毫米左右 蛋膜更是薄到紧贴蛋壳内部 13个蛋类中 体积最小 蛋壳最薄 难度最大的一个 挑战者 挑战者 真的能够在如此小的蛋上 成功转5个孔吗 是最后一样的 转10个蛋壳 都要得到 是最后一样的 是最后一样的 整个蛋壳 最后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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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有五个弄了 现在要把它挑出来 这是最难的 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一场惊奇的钻孔工作 极度细致的剃壳 注意力高度集中 加上长时间的操作 耗费了张清廷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他能挑战成功吗 可以了 他就是把关人吧 在张师傅的词典里 没有可以了这三个字 只有完美 那我数第二个 慢点 我慢慢拿 漂亮 来 三位评委 来 三位评委 接下来 我们要请三位用特别的方式 来检验 我们挑战成功的最后成果 我许个愿 张师傅的这双手 永远不受任何伤害 这是我们国家的手 国宝级的手 来吧 我喊三二一啊 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 挑战成功的最美的成果 三二一 很漂亮 其实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这个兵器工业集团 他也是我们国家的陆军武器装备的研发 制造 主要承担着这样一部分的职能 所以真的 张师傅应该说 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 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是做出了他的贡献 今天对您的这个挑战项目 我们是五体投地 而且从当中也可以感受到 一位普普通通的前工 数十年如一日 把他的一种职业技能打造 魔力成为一种 连机器都替代不了的职业存在 凭借的就是一份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甘于寂寞 甘于平凡的工匠精神 我们要再一次 像这样一种精神致敬 谢谢八经 那接下来 我们对张兴廷 今天能否进入荣誉殿堂的态度是 能 能 谢谢 我们有请张兴廷步入荣誉殿堂 谢谢三位平凡老师 作为一人成功 制作良知的无差 越巧才行就越精细 在我的工作里 无差没有毫米之间 最多只有千文之一号 大概就是头发师的六层股 精准是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我必须恪守自己的标准 把这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事情 永远地坚持下去 就是一堆挑战 就能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挑战的路没有不可能 向前的心不存在界限 长安福特锐界 邀您继续挑战不可能 爆发真实力 无惧真挑战 挑战不可能 由核桃乳领导者 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让挑战成就出色 让不可能成为无尽可能 长安福特SUV家族 在挑战不可能中 为你开启无尽可能 爆发真实力 无惧真挑战 挑战不可能 由核桃乳领导者 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感谢北京市丰台区政府 北京原博园 提供场地支持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 为挑战选手发泊助威 欢迎登陆 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团 国际在线 ZARC新闻客户团 今日头条 蜻蜓FM E直播 粒子直播 人人网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挑战不可能 下周再见